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當然不少得的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上集我們說到大部分精神問題 都可以透過食療去改善 袁醫生,你最擅長的同類療法 那在同類療法裡面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幫助到精神有問題的病人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多人知道這個事實 同類療法那位秘組,Dr. Samuel Hahnemann 其實它可以說是歷史上,近代史上 第一位醫生是採用一個人道的方法 去治療精神病的病人 是 你知道Honeyman是現在大概250年 三百年前的病人 那時候醫療對於精神病的病人 當他們精神病人是被鬼上身的 處理他們,有時大家可能有機會看到 有些電影可能也有說 那些人,精神病人就像一個囚犯一樣 拿鎖鏈鎖住他 很殘忍 就扔了一個監獄這樣鎖,就算了 因為他們當這些精神病人 主要的問題是被鬼上身 所以一直都是沒有人好好的去 去以一個人道的方法 去治療他們,企圖去治療他們 那Honeyman在早年 他是因為他創立這個醫療方法 那這種醫療方法當時是很多人排斥他的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當時是很強烈抨擊 當時採用的醫療方法 就是用那些很野蠻的吸血蟲 用那些重金屬、水銀、毒的病人 讓他們嘔吐、用慌血 那豈不是越毒越衰 是的,很明顯 那Honeyman這位醫生 他不在乎之後沒多久 他就開始用這種方法去治療 他發現他不單止醫不了人 他覺得是治療的人都可以治好人 所以他就放棄了醫療 他當時學那種醫療的對抗性醫療 那他就停止了工作 然後就開始從事翻譯 因為他有很多小孩子 家庭很大 有成好像七個十分仔 那要養兒活女 所以他都要做事 但是他是一個議員天才 好像有七角的議員 包括很多古代的議員都很熟悉 那他就做醫療的課本的翻譯 那他從翻譯過程裡 他翻譯了一本書 是說金雞納商醫藥疾的原因 那當時有一本在愛丁堡大學 有一位教授 Professor Cutlin 他就解釋 為什麼金雞納商可以醫藥疾 因為金雞納商本身 是有修檢 有Astrangent的特性 和微苦 那你知道中醫也有這種說法 就是四氣五味 那他用這個方法去解釋 金雞納商之所以能夠醫藥疾 因為有這種特性 那康尼曼自己也是一位藥劑師 他也寫了一本教科書 是講藥劑的 所以他對藥劑方面也很熟悉 那他就知道其實 他其實有修檢的特性 和未甘苦的物質很多 那又不見到其他物質 有這種醫療效果 那他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解釋 那他就企圖寫信給 Professor Cutlin 在愛丁堡大學的教授 當時Professor Cutlin 是很出名的 因為哈尼曼還未出名 那他就收不到任何回音 於是他就自己開始做實驗 那將藥劑自己吃那種 金雞納商的那種草藥 那吃了沒多久 他身體就開始發燒了 開始打冷症了 開始飆寒了 開始累了 開始累了 那整個過程的那種症狀 就是十足十 那個藥疾的症狀 嗯 接著他就吃了 他停止了之後 那他的病徵 這些藥疾的病徵 就停止了 嗯 他吃了之後 那些症狀又出來了 又來了 於是他領略到 一個醫療的道理 其實藥之所以能夠醫病 其實有一個定律的 有一個道理的 有一個原則的 這個就叫做同類相似的原則 你知道了 同類相似 跟現在的當時的西醫 或者現時的西高 西醫所用的是對抗式的 是 是 他用的藥是對抗你的病徵的 是 那譬如你發燒 我用不退燒藥 你是 你餓的就是止餓 是否咬 那 痛就止痛 發炎就消炎 就是你看到 就是全部是對抗性的 有感染就去殺菌 那整個手法 是跟哈尼曼 當時他領會得到 他說醫療的原則 是不是對抗的 因為對抗 因為身體的病徵 是身體一種自己 企圖醫治自己的手法 所以 你的身體企圖醫治自己 用發燒 用窩 用窩 用發燒 用化炎的方法醫治自己 而你的藥是 總是對 相反的手法 去抑制這些反應 那你就對身體不忍了 很多時候 急性病會變成慢性病 所以 還有當時用的藥 更加殘酷的藥 是 真的是毒藥 放血 你知道美國總統華盛頓 都是死在放血的醫生 他有一次 他本身是一個很健康的 很大大 分分大大隻隻的一位將軍 他有一次受寒催親 臨親 發高燒 當時 那些醫生來幫他醫治 當時 第一次就死亡放血 放血之後 抑制也沒有減 然後再放多次血 又好像又沒有幫助 又是繼續高燒 然後找另一個醫生來 之後會診 美國總統 第一位總統 第一位總統 又開始用吸血蟲 然後幫他吸一下 但燒疫也不退 然後又再放血 又未成功 又很害怕 又找第三位醫生來 第三位醫生 又是用他們那套方法 都不可以 最後放下四次血 做那麼多錢 還要做 他們的手法 他們的官場手法 是這樣的 他們老師教的 是這樣的 當時教的醫療 所謂的高燒 中醫叫做熱性 中醫也有 中藥也有 視乎的症型 用草藥處理 但他們用放血方法 放到最後 華盛頓總統就說 不要再放了 讓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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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George Washington 美國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 是死在西醫那裡 是這樣的死 我們現在看看 當時華盛頓總統 如果他有同類療法醫生 其實當時有 總之他身邊那些醫生 沒有一個是同類療法醫生 否則他一定還在 歷史可能會改管 其實他的症 是烏頭 烏頭 通常是一個人 突然之間受汗 而突然之間高燒 高燒 令人很焦慮 好像快要死 其實華盛頓總統 當時的療劑是 如果他有同類療法醫生 我相信一兩劑就老了 但歷史很奇怪 這個偉人 始終他在某些方面 很有智慧 但始終對醫療方面 很多人都是 某個令人很厲害 但對醫療方面 他真的不太熟 結果死在當時的醫療手法裡 因為他發明這種工具 跟當時醫療的哲理 是相反的 他提倡是同類相似 當時流行的醫療 所謂的對抗性 叫做 allopathy allopathy 就是treatment by opposite 他提倡 homeopathy 就是同類相似 treatment by similar 所以在哲理上 大家是很不同 當時哈尼曼也是很慢烈 很高調 是抨擊西醫的 所以他樹立很多敵人 很多敵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真理 他不怕說真相的一位醫生 當時自己很聰明 二十多歲七個醫院 他是一個歷史上小劍 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可以自己一手發現一種醫療 然後將它完美 整個醫療是一手藏出來的 也知道很多醫療都不是 西醫用很多代 不同的人 不斷研究 集合 即使中藝也好 有很多派的 不同派的歷史以來 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加進去 但哈尼曼不是 他一個人一生 在他自己一生裡 他活到89歲 他行醫行到最後臨死六個月 在巴黎 他當時被醫學界排斥 還有他提倡用的藥是一種很稀釋的藥 稀釋到根本沒有物質 你知道很多時候的藥是看重量來賣 多重量也好 就要買中藥也好 中藥也好 哇 跟他療法的藥 根本是無物無味 什麼都沒有 所以當時的藥廠也很討厭他 什麼搞錯 電腦被他破壞了生意 所以他多方面受敵 在傳記記錄 他一生被迫遷十幾次 居無定所 被人殺到 要趕他離開 他又要逃跑 結果他逃跑到一個地方 有一個貴族收留了他 貴族裡的家族 有一個成員 現在有精神病 哈尼瑪沒有工作 既然做不到行醫 到處被人追殺 在這個城堡裡 唯有企圖去學醫 去醫治貴族的精神病人 他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一段長的時間 一對一來治療 結果把這個病人完全治好了 很厲害 他用了一種藥叫Dectura 其實現在不是那麼常用的 精神科 當時用這種草藥 他就治好了 他第一個提倡用人道的方法 他也知道精神病有幾類的 有些是有機性的 即是有器官的破損 有些是比較難醫的 也有些是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那種精神病 是可以扭轉回來的 他是第一個 可以這樣說 第一個醫生 是用一種藥物正確的方法 去醫治精神病 所以可以說 同類療法 在精神病的醫術裡 是一個鼻祖 是第二天去醫治的 創辦 是的 那接下來 我們都發掘了很多 不同的療劑 處理精神病的療劑 所以 250年來 有很多很多醫生 包括很多本身是精神科的醫生 都用這種方法去醫治的 那有些什麼問題呢 跟療法治療是非常之有效的呢 譬如有一種是 Anxiety Neurosis 即是那種焦慮的 即是神經質的那種焦慮性 Obsessive Compulsive Neurosis 即是那種強迫性行為 有些人經常好像強迫性的思想 經常要洗手 經常骯髒 或者經常要鎖門 經常要查 大家都聽過 很多人都在某程度上 有些人都會有 是啊 我經常洗手 哈哈 我說洗手是洗到手都爛了 每天都會用幾個方法去選擇的洗手 那些就是一種精神 叫 Compulsive Disorder 那 情緒低落 我上次也有說 情緒高漲 Manic 即是那些狂躁症 抑鬱症 是 那就是有雙極性的情緒問題 Bipolar 即是叫做醋鬱症 是 Schizophrenia 即是精神分裂症 還有呢 喝酒而出現的問題 就是喝酒喝到那個人 精神便便出現了 就是教師 和他養酒 或者是養酒的問題 還有有些是那些道友吸毒 吃可樂英 大麻 或者是嚴重一些的 drug addiction 那還有一些是那些精神的性 就是性那方面那些怪癖的那些性的行為 那也都有些是對那些智力痴癲 年紀大的和小孩子 甚至蒙古症等方面 那近年代就有些所謂自閉症 自閉症現在越來越多 那就是說呢 在同類療法的經驗來講 其實這些所有這類的症狀呢 同類療法也是可以幫助得到的 那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呢 就是一位psychologist 就是clinical psychologist 臨床的心理學家寫的 那他就比較呢 用所謂輔導 心理輔導的方法呢 以及用同類療法 醫治那些情緒病呢 他自己都認為呢 同類療法的方法呢 肯定是又快 又正又便宜 而且心理輔導呢 一般來說的成效是很差的 即是很弱的 你可能輔導兩三年呢 你可能真的 可能5%的人幫得到的 那最近也有很多 很多這類的 過去做心理輔導的醫生 他精神 心理醫生 精神醫生 都開始用其他工具 大家可能也有機會 都接觸過的 那有些叫做fault field analysis 用一個 用一個月位的烤擊 其實很多都會用這些 這樣的 不同的工具 好了 那在同類療法裏面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處理這類的 小孩子的症狀是很多的 在二零零年 在五月二零零年呢 那現在在國際上呢 有一個組織 叫做LIGA LIGA 它滿年都有conference 那在二零零年五月份呢 就在 布特ペ斯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呢 舉行了這個 Homeopathy in Psychiatry 那一位醫生呢 是Darina Storova 一位是一個西裔 是Slovaquia的一個地方 國家的一位精神科的醫生 那在第五十五屆 那個大會裏面呢 這屆同類療法的大會呢 他就分享他的經驗 他說呢 他在現時的精神 就是醫學界 或者說自己西醫學界呢 就是 最認識同類療法的醫生 當然是一般來說都不多的 那大部分的他們的同行呢 就是所謂的psychiatry的同學裏面呢 他通常呢 都是對那個 同學療法呢 是很負面的 嗯 很negative的 那大家有聽過 Herbert Spencer 這位哲學家呢 曾經說過的了 他說呢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是 如果這件事 我們不能夠克服呢 其實我們很難會得到新的知識 然後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呢 永遠處於一個無知的狀態 嗯 那這種有什麼問題呢 一個態度呢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未經去審查之前呢 就已經懷惑一種 一種鄙視的態度去體驗 嗯 那其實這本是大部分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 尤其是專業人士 很容易有這個 有這個 犯到這個問題的 那通常的醫生呢 都說 哎 同學療法 雖然他沒學過的 哈哈 一本書都沒看過 是不行的 不行的 騙人的 那很多醫學界呢 都有這個問題的 那這位醫生 本身是一位西醫的長 他本身是一位西醫 在Slovax Slovax Republic Slovaxia Slovaxia 那個地方 那他就分享他自己的經驗 那他大概呢 他用了同學療法 醫了八年左右 在當時 他就是中途轉転 那他呢 他呢 盡量是醫的那些什麼呢 醫的那些十元仔 就是小孩子的那些精神科 那他說呢 他醫的那些小孩子 盡量是由 18歲以下 有小孩子 小孩子 18歲以下 而他醫的地方 是 Brataslovaxia 的地方 就是匈牙利 他人口只有18萬的地方 他每年呢 就只會收350個新症 就是一個 是 他不看 他知道是同學療法 真的要看每個症 是很花時間的 一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有時候都需要的 那他呢 他每年呢 只是看350個新的小孩子的症 大概100個是成年人的新症 那 那 那一般人呢 當然他 去那些病人裡面呢 他都是 選擇性 那 還有呢 他大部分 一半這些 就是他看的那些小孩子 是 已經用過其他西醫的方法 去醫治是不成功的 就是這些一半是 完全沒有效的那些 所謂有效呢 我可以說的是 禁的症狀 那 所以他就 就是 就是 以綜合他的經驗呢 他處理很多這些病人的 那 他說呢 同學療法 就是在他的經驗來說 是處理這個精神的病來說 是最好的 那他怎樣好呢 他說呢 他 他過去呢 他 那些小孩子 就是 一部分呢 就要進入那個精神病院 他說呢 你知道有時候 那些精神病的情緒 很激煌 或者有很暴力的經驗 他沒有辦法的了 他一定要 就是要放在醫院裡的 那你知道呢 就算現在來說呢 醫院都沒有一些 就是沒有說 同學療法 沒有 醫的精神病院的 那他說他過去呢 一年呢 大概呢 他要有80個病人 要進醫院的 就是醫院的 就是 commit to hospital 但是他自從用了同學療法之外呢 他一年呢 大概四五宗的病人 是需要入醫院的 哦 很大改善 那個效果是挺驚人的 是 他說好了 那不單止是這樣呢 他幫那個國家 那個 那個 所以原延說的公司 平均省了 二萬五千元美金一年 那二萬五千元美金一年 就是在香港來講呢 或者美國 不是在打筆數字 但是我說當然是 匈牙利 这些国家可能亦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它处理过很多小孩 综合它的经验 比如有些是情绪病人的小孩 它有702宗 有些是过度汇药 关注能力的问题叫ADHD 或者ADD 就是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或者Attention Deficit 这类问题它处理过486宗 有些是不同的mixed behavior 就是行为、情绪的问题 有300多宗 有些是焦虑350宗 有些是因为精神问题 导致身体的症状有350宗 有些是睡眠的问题 宋文仔这个睡眠的问题 276宗 有些是言语的问题 就是不懂得说话 150宗 有些是那些behavior 小孩的痒痒 打人 你知道很多宋文仔 整个疗事斗非 家家学校都不收 去到哪里到哪里 我都处理过这类的病人 全家香港没有家学校收 要出去中国读书 甚至不过去外国 我吃都遇过一些病人 香港收不到 处理不到 就去了加拿大 初初以为可以 结果都不可以 都回到香港 好了 也有些是奶尿 有些是 当然宋文仔 小时候奶尿都是正常的 他也有持续性的 有些是持续性的 成长的过程 他发现 其实 同学疗法医的 小孩的情绪病 效果是很惊人的 很好的 但最主要是 他发现 在他的治疗 这些所谓 情绪症状过程里面 宋文仔的整体健康 都好了很多 比如他处理小孩 比如有些以前 每年就要吃抗生素 就是少少温柔感染 吃抗生剂 可能平均三次到五次 每年 但经过同学疗法 医病之后 其实他未必是医 那个伤口感染 总之在医疗过程 他们大部分人 都不再吃任何抗生剂 有一种说法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很可惜 对我们的医疗资料 太过贫乏了 其实宋文仔 很多的 就算是读书 学习的问题都好 其实都是跟他那个 是可以用而去医的 如果他读书不行 那你经常就帮他补习 最近你没看到 然后天皇 天皇补习 补习天皇 不是香港有的 原来英国都开始 行这套了 就是一万元 一个小时 天皇的补习先生都有的 其实香港很多家长 用很多钱 是帮宋文仔去恶补 对吗 对吗 你也知道 当宋文仔本身 智商有问题 或者情商有问题的时候 你强硬帮他补习 其实效果是没什么的 你是浪费的 但一般家长会觉得 越不行就越要补 对了 因为他只以为他学习能力差 就因为他教学的方法不够好 又或者有些小孩子 他不听父母话 听外面的老师话 对了 但是其实 如果一个健康的新闻症 我的健康当然 包括身体健康 精神情绪健康 他根本是很好奇 很好学的 就是这个环境 就是不要太恶劣了 对吧 就是不要夹着 处处租他 执骂他 在这种情况之后 其实呢 身体健康的方法去着手 你是省很多钱 不要说他身体健康上 将来的医疗法用省 就算你这个学习方面 他读书读得更加好 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一下 可不可以用同一条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了 哈尼曼是第一位医生 是成功治疗精神科的病人 在我们的过去历史里面 有一位叫做Dr. Dorothy Sheppard Dorothy Sheppard 曾经是英国黄室的员医 他是同路疗法的 精神病院的病人 他75%可以用同路疗法 三只药就可以处理得了 好了 好多谢袁医生为我们作出这么详细的介绍 第一节的时间 说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 第二节回来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谈讨下去吧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w多 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我们再谈到精神病的问题 其实坊间很多精神病人 即使出院之后 其实他们也复发的情况 是很经常性出现的 而且即使在服药期间 就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可能又工作不到 影响正常生活 你刚才提过 同类疗法里面有三种疗剂 已经可以覆盖75%的精神病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哪三种疗剂那么厉害呢 有时都说起来不可思议 因为Dolp Sheppard 这个不是普通的医生 他是一个英国皇室的御医 他也写了很多本书 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他写了几本书 一本叫做 The Magic of the Minimum Dose 或者The More Magic of the Minimum Dose 他写了几本 是讲很多同学疗法 那些病例 很有趣的 同学疗法的书 不是一本西于那些 只要不是很干燥 很难 其实是一个很活生生的 讲日常生活里面 Dolp Sheppard 就写过几本这些书 给医学家用 以及一般普通人都可以看得懂 他们说三种药搞定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听清楚 哪三种药有机会插进它 他提出的三种药 第一种是Stramonium Stramonium 可不可以串一串呢医生 Stramonium的串法是 S-T-R-A-M-O-N-I-U-N Stramonium Stramonium是一种有毒性的草油 中文应该叫做 Mantala 应该是这样读 是一种 Gimson wheat 是一种野草 但这种野草是毒性很强的 你知道同类相似的原则都是这样的 比如以前的人不小心种了毒 吃了这种野草 于是会出现很多症状 包括很多暴力的症状 你知道在我们今时今日的文化 是一个暴力的文化 所以你看到Stramonium这个症状 通常是表现到很多暴力的倾向 当然在早期我们看到一些病人 在我处理的病人里面 Stramonium的症状 很多时候它有一种很惊慌的精神状态 通常怎样去形容这些病人呢 他们就好像经历过战争 好像伦敦被德军飞机炸他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经历这样的经验 那些炸弹在上面飞飞飞 你闭在地牢那里就害怕了一段时间 或者我也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回到印度 好像巴基斯坦那时候 刚刚遇到地震 他就去经历了这个地震 他就充满这些恐惧 Fear 还有那个violenc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症状是很惊慌的 整个人就是很惊慌很惊慌 这个会导致那些人可能因此神分尖语 又不能上班 甚至乎Stramonium有时候 神分尖是发烧抽筋 要发烧抽筋也很惊慌 除了我们巴基斯坦那这个尿剂可以用 如果我们试过巴基斯坦那 就是那个 不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考虑用Stramonium 好了 但主要情况之下 Stramonium的阵营是很多暴力的倾向 他思想方面 行为方面 很多暴力 但是也很有趣 他很怕暴力 就像刚才这样 就是被人被飞机轰炸 或者经历过一个地震 你那种害怕的 很怕的 两个形态都会有的 很明显 他是对神经系统一个很大的症状 很多时候 他出现身体的症状 就会抽筋 OK 或者就那个 斗鸡眼 严重的斗鸡眼 或者是睡觉 睡觉 就是那个失眠 或者他 他生分仔 很可能 就那个 关注有问题 甚至乎 是那个精神分裂症 都会有的 那 主要的背后 就是说 他的神经系统 就很脆弱 是很不平衡的 那么他经历过某种的因素 通常是暴力 或者是一种危机的情况 他的精神状态就崩溃了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那么 所以就是 我们过去处理的 多数我医的那些 多数都是因为他怕黑 经历了之后怕 例如怕坟墙 他见到坟墙 他不敢过去 很怕很怕 又怕黑 怕动物 怕那些狗 怕动物 那么他的生活很惨 是的 很多东西怕 是的 我处理过一些 他们是回不了工的 他经常离开诊所 就解释给你 他回不了工的 是的 所以呢 那么你要怎么去处理他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经常去看到 我经常都是一种 惶恐 充满很严重的恐惧 可能背着角落 在那里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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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样子 那么这里是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看到 这个Stradmonium 那个 就是那个阵营 就是重心在这一处 怕黑 怕惊 或者是受到惊慌 差不多被人炸死 被飞机炸死 经历过一个很严重的灾难之后 它整个神经系统就是崩溃了 是 那这个就是Stradmonium的症状来的 那我过去也遇过 有好几个病人 是用这个Stradmonium 是处理了他的 是 好了 那么这个第一个疗剂 那么第二个疗剂 是Hyocymus H-Y-O-S-C-Y-A-M-U-S Hyocymus Hyocymus 那么这个是一种 有另外一种的毒药 我们叫做 Hambane Hambane 可以毒死那些 可以毒死那些 那些鸡 Hambane 那么中文我叫做 梁荡 这个词应该是毒荡 草花头一个梁 草花头一个石字下面 梁荡 其实大家都记得拉丁文算 原来是Hyocymus 好了 那Hyocymus 它的阵形 是和 Stradmonium 有少少不同的 那 Hyocymus 很多时候 你看到它 就是很多 很夸张 很扬耀自己 还有很多是一种 表露自己 暴露自己 很多 那些人 通常都很兴奋 很多东西 说 很多就是 表露自己 甚至乎 露体 这种行为 会出现 如果一个人 早然 不是病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些人很开心 经常都开玩笑 经常是搞笑 捉弄别人 很喜欢做这些 但有时候 你见到她 她的行为 有时都很困扰你 很annoying 还有很silly 很傻傻地 傻傻跟跟 很回忆 听起来 就是很搞笑 所以 这跟 曼陀莱不同 曼陀莱 是比较恐惧 害怕 还有暴力 那种的 比较多些 但黑奥山 的阵形 比较有些不同 有时 可以比较被动 但它也可能 很阴险 可能很阴险 很多人很懂得 鼓鼓滑滑地计较 但是 她的阵形 方向不同 也有时候 卡尔莱姆 在性方面 他就很喜欢 有一种 不治愁的 没有了这些 羞恥的 故技 很多时候 老体狂的人 很多时候 療症 应该是 在香港 暂时 暂时 都见到 有时 报纸也有灯 有个阿伯 或者什么 在楼梯间 突然走出来 曝露 看 这些 其实 都是一个 很强的 很多时候 跟性方面有关 他喜欢暴露自己 有很多喜欢 看到陌西人 懒懒 吱吱吱吱 或者 在当众 自熟 在公众地方 都做了这些 就是 没有了廉耻 这种 顾忌 所以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或者 他的议员方面 也有很多粗言畏语 很多时候 粗言畏语 都会说那些 色情笑话 是一个不适当的场合 他很多时候 会做这些 这样的行为 那 好了 越来越多人 会说色情笑话 现在 那看什么场合 是吧 如果大家喝酒 嘻哈哈 开心心 那就没问题了 大家接受 但在一个 很不妥当的地方 他会做很多 这些事情 跟性方面有关 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很妒忌 妒忌心很强 有时候 有些人会怎样 进入 亦都会 亦都会 他可能 他失戀 是 他喜欢一个人 但 但得不到回报 他就开始 进入这种状态 很在乎 还有 有些叫做发发癲 对于一个人 发发癲 失戀后 又发发癲 在随街上暴露自己 其实这种症状其实是一个亥状态 不用捉他入乳业,不用捉他入精神病院 也不用长期吃精神药 这个就可以搞定了 还有一个亥状态,亥状态 他经常很害怕,人家会很伤害他 或者会落毒,会来毒他 他也有一种怕狗,怕水 可能看到流水声音,他很特别怕 或者怕到其他的动物 这种怀疑和怕,也有时候出现了 我叫做paranoia和幻觉 好像有些人要害他,来骗他 这是一种hyocyanus的症状 通常他的情境是很不定的 跳舞,动手动脚,手舞触动 这种是wild的症状 说话会快快快,粗刀不绝 这种情况,可以这么说 我们经常会使用 沙文仔通常对他的自控能力很差 比如说话,不应该说话的时候 在课室,在课室,经常会插嘴,说话 经常会开玩笑 有时候会发脾气 好地地,又转地扔东西 又会发脾气 这种的小朋友 很多时候对兄弟姊妹 有很多妒忌心很重 很容易就聊交打 聊交哀 所以这种沙文仔都要看着他 虽然他早期可能很冷血地 来搞事、聊事、逗非 但也有时候 他会出现不正常的性行为 会比较上很多 这个就是hyocyanus 但看到 stramonium 是violence 的行为 和暴力有关 他经历过某种天灯的暴力 于是他就产生了很严重的恐惧感 令到他失常 而做不到事 那Halzheimer 很多时候 他的病人很可能 因为失戀关系 就会出现了这些 就会出现了这些 所谓的 简单来说 法花癫 这种的症状 就会出现了 那Halzheimer 大家的表达方式 有些很不同 OK 那Jalously Saman仔的Jalously 粗言胃语 很喜欢说那些 咸濕笑话 这种人 可以考虑 用Chyocyanus 咸濕 咸濕 那大家可能这方面 可不可以想到 有些什么人 是会有 符合这个阵型 大家可能都想到 少少 好了 那第三种 经常用 而非常之有效的 疗剂 叫做Varatrum Varatrum Album Varatrum Album Varatrum Album 亦都是毒药来的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在 以毒攻毒 是 那如果你毒 这些毒药令到人 精神失常 亦都可以医病 那么 中文 Varatrum Album 是白泥露 白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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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草药来的 Vara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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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um Album 即是白色的 Lightning means白色 Varatrum Album 白泥露 好了 那这个是第三种 在同外疗法治疗的精神情绪病 就非常之恐怖 好了 那 这种的症状 通常是怎样的呢 这种人 这种精神状态 通常 他是 可以这么说 英文叫做overmentalized 就是他全部 是 在他自己的脑袋 是跟他周遭的环境 是会铁绝的 哦 即是有这种 在自己的世界 是的 那他就通常 可能就是 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很聪明 很多时候 大家有时候 也听过一下 在凯德公园 凯德公园的人 通常拿木箱 在上面 就在这里 睡到别人 喊 很多时候是说 这个世界末日 这个世界大罪人 什么什么 那 当自己是耶稣的先知 那 其实这些是 Vervatium album的正形 嗯 如果那些人 当然 他有言论自由 那 除了这个之外 他可能 他有这些行为 那 有时候 你自己情绪又很低落 又 又 抑鬱起来 那 这些 Vervatium 就是这种正形 那 Vervatium 在身体上 通常 有时候 这个疗剂 就不一定精神病 都对用的 有时候 有些人 吃错东西 然后又 又嘔又嘔 又嘔又嘔 那又嘔又嘔的疗剂很多 生歹那种最常用 那如果他又嘔又嘔 他人嘔到散了 又标冷汗的 那 你可以考虑 Vervatium Vervatium album 或者有些人 小龙女 痙痛 痛得很厉害 痛得很寒 痛得很寒 冰冷汗 又嘔又嘔 又嘔 虚弱了 那这个也是 Vervatium 的症状 就是未必需要 但是当小孩子 很多时候 他们会比较早熟 过度活跃 很不听话 那些人 很多时候 就喜欢 重复一些动作 剪烂一些东西 撕烂一些东西 或者不断地来到祈祷 然后叫人救世人 这也是一个Vervatium 就是精神状态 那个行为上 会表现的症状 是 OK 那应该在香港 有没有说 哪种疗状特别常见 就是经常使用 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我们过去用过 这几种疗状 我觉得我自己的 临床上经验 Hyalcyamus Stramonium 又比较多见 Vervatium 那些 就是我未遇到 这些 我知道有些病 有些人是这样 在做着 但是 他也不是来 找我医医的时候 我也知道 如果他们来到 我就用这一种 搞定 在我们的过去医疗里面 很多时候 那些病人来 往往都是西医 看不到 好像 那位医生 Slovakia 那位医生 的经验匈牙利 那位庆佛说 他说 850个人医不够才来 那也有很多病人 因为吃药 吃到人 就肥肿了 就是一个西药的副作用 是那些精神科副作用 有很多 那也有时候 那些人吃到呆了 就是做不到工作 做不到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没有办法了 就来找我们了 那当然 我们 始终吃新药 我们要处理药的副作用 在处理的期间 是比较麻烦很多 因为有时候 他的病本身 可能容易控制 但是药的副作用 和药的反弹 你吃开之后 你就突然不吃 他可能有些暴力的行为 但是家人是处理不到的 是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医院 没有同学疗法的精神病的医院 是 那我们变成了 就是我们都是绑手绑脚 但是如果大家是真的了解到 其实有这么好的工具存在 如果第一线出现问题 或者小朋友 从小开始去医 可以这么说 精神的问题会不会出现 还有整体的健康都会好 那现在精神病科 精神病是很多很多 情绪病很多很多 有些 不知几年前 我看过有份报导 是讲调查 在香港大学里面的 学生里面 七个又一个都有情绪上的问题 所以精神病 情绪病 就是比较上都挺常见的 那我们上一次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背后呢 都是跟我们那个 那个营养的状态很大关系 那如果用过工具呢 本身已经可以处理到百分之九十的 这类的问题 那再加上同学疗法呢 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能够遇到这些问题呢 是及了去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的成功率会很高很高 那当然呢 大家都要避免耐性 对吧 又处理那些小孩的成长啊 这方面的小孩的精神问题 我们也是需要比较有耐性的 那但是呢 那个疗效呢 是肯定呢 是远优性过其他 我所认识的医疗工具 那大家记住啦 不用太过灰心 就是工具是很多 有效的工具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过现在在大都市里面 这些问题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那袁医生呢 其实除了香港以外呢 就是在其他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呢 今时今日 还有没有痛累疗法的精神病院呢 那据我所知呢 应该呢 就是在印度 机会大一点 印度始终呢 政府是承认同学疗法的 那印度呢 有成一百二十几间 就是同学疗法的医学院 那也都医学院里面 一定都会有一些 有医院在那裡 那所以在那些地方呢 应该会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有机会有同学疗法 就是起码有医院 那我去过去都 我都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几次的 有至少六七次的 那我都去探访一下医生啊 上下一些行语啊 上下一些行语啊 上一些行语啊 上一些行语啊 那我也都去过他们的医院的 那他医治疗病呢 都是那些很严重的那些那些病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及早在小时候 已经懂得可以采用同类疗法 来处理我们的健康问题 肯定我们的医疗费用 是一定可以大大减低 还有将来健康方面 是越来越少这类的问题 好了 我们或者给你详细问 精神健康的状态去到哪里呢 我和你分享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是有191个国家的成员 世界上大概有4亿人是有精神病的 其中3亿4千万人 是有一种情绪低落、抑鬱的 精神分裂症是每1000个人里面 起码有一个成员人里面 人口里面世界上人口 10%到15%是有焦虑的问题 自杀方面在东南亚来说 这个数据每10万人里面 有8个到50个是自杀的 有18000人是有 老人这些严重的老人纤维症 在印度里面有2500万人 是需要用精神病去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是日益严重的 我们是有一种很好的方法 很可惜 现时的医疗制度之下 大家是没有机会认识和享受到 原来一个这么好的 这么有效的同类疗法和自然医疗 好了 很多谢袁医生今集的分享 听众听了这么多资料之后 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 遇到精神上的问题的时候 除了对抗色普通的治疗之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 这集很多谢袁医生 为各位听众 讲了这么多 这么详细的资料 各位听众 如果有任何意见要提出 欢迎可以随时 去到袁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好了 多谢各位收听今集的节目 拜拜 拜拜 哎呀 你轮转天气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